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光丰地区农会推广泰巴朗建筍农特产 备受各界喜爱的建筍饗宴 26号是美味登场 而在各界踊跃的订购下 原本150桌数再加码到170桌 仍旧是秒杀 县长徐真伟也和县场超过2000位的韬客 一起品尝了当季限定的美味 112年度漫游建筍区建筍饗宴 321 光丰地区农会县长许正位 与中央机关代表光复乡所会首长共同拉炮 光丰地区农会建筍饗宴也正式开桌 部落族人地方社团也表演歌舞同乐 现场热闹非凡 以建筍料理为主 搭配部落传统食材 鹿桥、喜酪以及野菜之外 也加入了在地特有的农特产 不仅满足每张挑剔的嘴 也让美味涛客体验满桌的 部落传统饮食文化饗宴 每年都会来吗 我每年都来 每年都来 最喜欢哪一道菜? 建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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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筍最好吃 先煮的也爱吃 每道都很好吃 今年建筍饗宴总共吸开170桌 所需建筍量就超过850斤以上 但应该和少雨建筍产季延迟 也让承办的部落6家外汇业者 一时也找不到建筍量 各个头摸在烧 这周终于等到了春雨来 一解建筍荒之苦 也让建筍饗宴如期上桌 哇 一定是满满的 填饱度是满满的带回家也可以 第几次来准备这个饗宴 哇 我每年都这样 开始就到现在 今年有没有什么难度? 什么? 今年有没有什么难度? 有没有建筍 哇 我每天去身上浇水 好不容易长出来 你看看多美丽 有没有很紧张 有 开玩笑 最一直到现在 最擔心的是什么? 建筍 我告诉你今天真的长不出来 我们几乎用蛙的好吗? 好痛苦哦 天气哭了 结果今天才下大雨 你看多愚愚啊 这个天气 没关系我们今天开裸之后 后续就很多人来买建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光辉商建筍响宴 推办至今已有30多年 从今年原本规划150桌的桌数工不应求 即便再加码仍就秒杀 县长许真卫也与现场2000多位的韬客 一起品尝当季限定的美味 支持华联 支持在地 就是让我们经济通勃发展 而且让我们响应 尽力看牌 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 今年来参加170桌 听说是秒杀 所以每一年大家都在期待 汪峰地区农会推动 太巴朗部落3月限定建筍 实令蔬果农特产 在县政府光复乡所会等 农政单位的支持下 除了规划一系列建筍行销推广活动 也借由建筍响宴的方式 分享也与大众共同品尝 这一起一会的好滋味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以友善的耕作 它绝对是不施打农药 不是用化学肥料 是一个很安全 很健康的食材 在这边感谢大家 对我们建筑水的支持与爱护 希望这三年 你们继续下去 对我们地方的产业 可以好发展 我们刚刚讲 建筍对太巴朗居民来讲 不是食材而已 但一个是族群文化的 一个食物 来参加我们今天 最健康 最可口 最品味的建筍大餐 同时让我们大家 一起吃出健康 吃出快乐 也让我们所有广大的建筍农民们 大家都能够收益满满 赞今年二三月份 干冷少雨的天气 也使得建筍产季延迟近半个月之久 现在春雨来报道 建筍也如雨后春筍般 万件齐发 现在选购品尝 正是时候 记者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 不会是预兰光复局的 我看大家 好 好 好